多点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 六十点你有你的生命观 我有我的生命观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认命 六十一点你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六十二点恶口永远不要出自 恶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他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他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他就是你的善知识 六十三点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实魔 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 六十四点 六十四点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六十五点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六十六点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 心来面对这一切 六十六条经典参与 侠客文章一变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 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四点 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使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 六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 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 你拾磨时候放下 拾磨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 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服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